大家好,我这里是Chenix,欢迎大家带来怪物猎人的狩猎视频 这期也算是爆刚龙 他也算是终于打到了最后一把武器 这是斩斧 斩斧现在是玩了,可以说玩了这么多期 我也是发现了一个就是 这回不错 吃这个猫饭是有一个猫的爆破数是可以增加我们大冷包的伤害 然后还有一个特殊攻击术 也是可以让我们斩斧的独属性可以是积累的更快一些 还说之前这个斩斧 我现在发现斩斧他的这个就有一点需要 可能是之前我一直忽略的吧 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进行部位破坏的时候 属性解放的这个最后爆的那一下伤害是非常高的 非常有利于进行部位破坏 我之前进行部位破坏斩斧 我主要是利用那个剑形态副弹刀的这么一个特点来进行输出 所以说也算是有一点这个啊 是不是特别正确吧 我觉得正最正确的部位破坏应该是利用斩斧这个属性解放最后爆炸那一下伤害 应该是会更更有利一些 这样呢我们还是按照老量子先把这个药上的补全 然后这回呢也算是吸取了前几期的教训嘛 这样呢我们先是 哎不错啊 哎看一下先让凯阳吧 这回让凯阳吗 直接是埋线队 哎刚才我又是在菜单里啊 这个没有滚出来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滚 成功 哎 这样子的话有点有点尴尬 哎看这个大包蛋这么大 查查你来不来 敢敢敢再买一个 查查 查查买了一个 但是貌似有点远 这算是水性解放的一段 什么感觉都没有 感觉这个火光龙的下巴还是很硬的 这样应该还有一部爆弹 那边那个爆弹根本是爆掉了 要麦 哇 这个小吐口龙是被他这个大便石啊 炸到了 哎这个地方貌似不错啊 哎 不好 刚才说这个貌似他一会儿铁上靠 靠过来的下巴应该正好能 能被炸到 但是直接换区了 哎 这样的话 办了直接是使用这个人肉炸弹吧 哎 不好 这个应该会直接浪费掉吧 哎 哎 不错 看样子啊 是整理是炸了 但是呢 下巴什么事都没有 哇 哎 这样的话就有点出乎意料了 因为感觉上 起码你给出个硬直什么的 这个居然什么问题都没有 哎 哇 哇 不错啊 直接是等于是爆掉了 这样的话还算是 还算是不错 起码跟我想的是没有太大的 还是很接近的 这样的话感觉上这个 感觉上这么一套打法感觉上是已经已经升降了 这个就没有办法 斩斧还是不太习惯他的这个攻击 有的有的攻击硬直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我要是要出时刻的 就是提醒自己啊 就不能随便的接这个 就接一下赶紧就不用再接了 再接的话 这个第三段的一个 呃 就是第三段的一个动感还是 就是虽然攻击力很高 但是那个实在是太大 哎 怎么感觉突然慢下来了 好像是解除了这个自动状态了 哎 没有啊 他又开始是无限的车轮 这样哎 发现是饥渴了 饥渴的话 这一下应该会直接摔倒吧 哎 果然摔倒了 但是你居然摔倒了岩浆路 哇 这个站位实在是太 他的站位实在是太好了 反正是我们打不到 像纳尾的话 尾巴又会把我滚来过去 又不开 这个哇 这个他就换区了嘛 哎 哎 查查和卡扬吧 都跪掉了 这样只能是我们一边打了 现在他 刚才可以说是 比较就是 不太 运势不好嘛 他总是很长的一个发败时间 都是我们说 没法攻击到他 哎 这样呢 这区呢 感觉应该会好很多 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这个 就是 攻击拔到岩浆路 一般感觉上他可能是 不会 不会走到岩浆里面 好像直接来一个对我们的上表 进来 我现在依然是在尝试推倒啊 但是发现这个斩火的攻击还是 这个是一个从右往左打 这是一个直着打 还是有的时候 这个攻击 尤其是他的攻击比较多变 所以说 并规定能打到 我想打的一个部位 这个应该是直接攻击了 不管是直接攻了 这样时间呢 我们是打了一个下巴 才能改个乱冰 哎 不错 都打到了 这张这个伤害速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打一下吧 因为我们现在是打下巴 下巴还是非常容易出这种 这个在瞄谁 应该是在瞄我们 因为刚才呢 他也是进行了多 多次的这个方向修正 让我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他可能会 这个 比如说我们先后 卡样吧 他可能先到我先后 他有可能先到卡样吧 所以说 刚才也是特别紧张啊 就是我是怕等于是 我们是跑到这个 卡样吧 等于一条线的位置 是被对他攻击研倒 这个又是 给打到下巴出了一个应急 然后再接一条线道 又中了这个 这个非常 哎 这个直接飞出了 刚才这个突然很突然 这么一个这个下巴砸地啊 这个确实是 我也是打了这么久 谁没有发现 他是前兆 嗯 所以刚才是 下巴打了一个应急 他发出来 但是感觉他有时候 你下巴打出来 我觉得他是不一定会 会用 感觉是一个随机的吧 所以现在情况不太妙 就是他进行了 无限的这个车轮状态 而且是 车轮到了火里 也是在那边打 这个杂地 我滚一下 哎 这个来个乱钝 这好像能打到 这招我是又没有鼓扑啊 这招怎么说呢 还是 感觉上就是 飞怒状态下 他的这个蓄力去的太久了 怒的时候倒是比较好滚 因为是大概 算一算 时间就可以滚 飞怒状态下 刚才这个 刚才是很贪到 我是想直接是看他 能不能是转圈的时候 能不能打一下 发现是失败了 再试一下 能不能打到 还去了 这样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能不能到 攻击 是个怪力之爪 再吃一个吧 针了一刀 然后他去 他可能是去山上了 这样我们看一下吧 我是不打算再去这个 就是那个外面的区域啊 因为还是比较危险 我有时候他这个 虽然滚我也是经常中 而且他现在应该不是这个 对不是击可状态 所以说他也不是倒地 没有必要就是去冒这个风险 打两下 哎不错 直接是很幸运 直接打这个硬直 给这个再试一下 你看这个 愤怒状态下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鬼不出的 哇 这个就是很突然了 因为他是 有时候他这个砸地 他一般 我们在他身边有时候 他这个方向修正会很小 就是砸不到 然后有时候就会像刚才那样 进行一个方向比较大的一个修正 所以说这个 也是肯定是应该是看站位吧 有时候你站位的话 这叫干嘛 只要是放屁 啊这样直接看这个呢是可以打到的 所以说利用这种 攻击比比较长 我可以是 直接追到 这样我看 这样我看能不能再是 我们进行一个阻挡 刚才那神是由于是我们的回不性能 这个攻击 这个攻击呢 他的硬质还是很大的 这样我们可以是放心的和尚 就能够远离 好 他是在打查 那刚才我们要是在打我们的话 他不远离的话 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 呃这个背部 背部呢 我觉得有可能会挺高啊 所以这样我们直接是 冠成了 可能我们直接是切换成的 不看吧 直接是集合了哟 这个发现是 貌似打得很歪 不过好像最后一下子给炸到了 这个应该会倒地 倒地这样我们走到这边 看这个位置不太好啊 打不到他的脑袋 这样我们就是要迷他的脚吧 哎这要干嘛 这神就滚好 不过无所谓 他只是少了一点伤害这个 少了一点输出机会 对这个 没有伤害的时候 就是 太事了 哎 这一招呢 可以说今天是非常难中 他可以说非常难躲 哇 知己品到了 这样他又是 埋 人是跑到山上 啊 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是饥渴了 所以说我打算是 冒一点松茧 看看能不能是 能不能是追到他这个倒地啊 哇 哇 哇 刚才说实话 真的是完全把他跟丢了 虽然说我是知道 他是在 呃 他是正好在我的视野外边 但是就是没有看不见他 就是这样啊 学了 学的话接着不过吧 诶 天呐 不错不错不错 还好是直接是埋出来了 这样我们等于是可以节省点时间 不用埋第二次 不错不错成功了 这些石头大家可以看 它也是会冒出这个臭气了 所以说大家也是要说得远一下 不要这个 不要不要不要被炸到 他们就会像我这样 这样看一下也不错 给了一些这个 以及知识品还是可以带回家的 破贴稿这个我就不带了 因为他 现在我的储存箱里都是这个积极的稿子 就是你带这个稿子 他只会白站一波 我现在储存箱的位置也是很多 所以说我就不使用了 然后火炬 之前发现这个火炬还是挺好玩的 我们再玩一玩 看来还是有攻击力的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攻击力怎么样啊 好奇怪 为什么黑屏了 然后告诉我来了一个这个生命会 很大 看一下这个护肤 嗯 这应该是这个叫什么 就是 这个后座力 就是女的这个后座力 这样 这个加 就是让他减少 加四 这个不太清楚有没有用啊 这样直接拿了吧 得停的倒 然后 那么这样基本上我们这个 暴光龙的四把武器就是 到这基本上是完了 我感觉的话 刚开始啊 尤其是刚开始用偏见的时候 这个破他下巴的这个顺序很明显是 由于经验不多 所以说也是出了点求问题 打了这四具之后 我觉得 最 怎么说呢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应该还是界面直接是埋陷阱 然后趁他中陷阱的时候呢 利用这个爆弹 先炸一轮 应该这一轮炸的来之后 应该基本上这个耐久就升了多少了 然后随便打一打 应该就会马上破掉 所以说感觉这么着应该算是最 应该是最最迅速的破下巴方式吧 而且感觉上 最好还是上来直接破的 等于破掉之后 他下巴一个是伤害吸收会变高 而且呢 你不会一般就不会弹刀了 因为这个暴刚龙还有暴吹龙 感觉上就是 中招最多的一个原因吧 可能这个 起码是之一 我觉得就是你打了 不小心打他这个下巴 然后直接等于是弹刀 然后被他的一些攻击啊什么的 可能是被后续的被被颠倒 所以说也算说感觉是破了之后 会好点很多 基本上就是这样吧 也是建议大家是 多多破下巴 破下巴这只怪就会比你们好打吧 啊 那么就这样 这是我们 这东西 啊 这东西叫暴吹龙亚装 这四把武器 想大家能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